WUT常规挑战赛太原战女单决赛 王一迪对阵陈兴桐 两人会失决赛 再次证明了是国平三大奥运主力外最强的选手 王一迪拿走了巴黎奥运会皮卡 显然在队内地位更高 此番王一迪首局把握关键分12比10拿下 第二局王一迪继续施压 火力拳开后11比8拿到了两局的主动拳 陈兴桐没有放弃在第三局展开反扑 11比9追回一局后 士气高涨第四局又强势11比6追平比分 关键的第五局陈兴桐连续挽救局点 但王一迪依然14比12拿下这一局 第六局王一迪一度获得冠军点 但陈兴桐依然咬牙挽救 而且12比10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 决胜局陈兴桐再次展现了他的大心脏 11比9取胜后 大比分4比3逆转获得冠军 好的 各种非常非常有力赢